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你照片 还有我这个照片 徐老师你知道这个照片是我哪一次主持吗 那个时候我还是小鲜肉呢 很多年前你看我这个手势 当时他们底下写的那个配图说明 就是当时我的主持的词 你知道当时我说的是什么 我当时说的是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 孕育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文明 下面请听长江之歌 这个照片 下诸课了是吧 谁知道的 新生音乐会是吧 反正有人给我把我这个当年的这个语录 我还弄出来 我说我还说过这个话吗 说明你南北兼顾 对 但是这个 大局意识 两条河都没有 都没有落 今天咱们首先要夸夸这个义军 首先我注意到 这个义军的这个发型 这个造型 而且刚才咱们这个导演在耳机里讲啊 说今天咱们这个后台 所有的同事都觉得 这是你上枪枪以来 发型造型 包括服装着装 最好的一次 我真是建议以后固定 固定永远只穿这套 对对对 不是我是上一次 我这人吧 其实就是特别不在意一些细节 经常会受到网友的诟病 我也知道 像上一次什么睫毛 拨到一半就掉下来了 之类的事情 我们还在讲关于美的问题 对对对 我知道我自己 看这样子 不太具细节 但这正是你可爱的地方 你知道吗 你不是对我说了吗 这个粗服乱发 这个不眼国色 这个义军呢 他实际他不是那种 那个巧娇娘的那种人 人家就是 我记得咱们在英国嘛 吃饭嘛 就我们在一个户外的一个餐桌上吃饭 在那围着铁栏杆 他可能一时找不着门 那还穿着个裙子 周一军 没事我放过 那不然要你们全部站起来 我就 那我就 他根本意识不到 他掀开裙子里边是什么 他是个这样的人 所以非常 非常可爱 他那时候还怀孕的 是吗 那时候还怀孕的 对对对 这是凤凰的风气 我们跑到对面咖啡馆 去看游泳比赛嘛 对不对 你也在嘛 你也在 对我们就对面 他们谁在游泳嘛 那个 女的怀了孕 孙杨 就不太在乎了 我觉得我是一种 在乎 但是 你就过去农村的 那个女的 要是生了孩子 那胸部基本上 就是公开的了 就是 外国也是啊 在外面 他就是奶孩子啊 对 在外面 在外面喂奶 都是 这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 全世界都这样 美国也这样 对 外面都 你在公司里开会 不是开会 不是开会 但是他有权 扑乳 你爱看不看 对 他这个时候 那我要看算不算性骚扰 那是你的问题 不 他那个时候 就不算是一个性器官了 他就是 不是第二性器官 他是一个提供食品的工具 厨房 这个人的观念很有意思 其实就是个想法 对 你要盯着开 那就你的问题 就这样 我也想要食粮 对不对 这个所以 这义军今天终于注意到这个 我跟你说 没有办法 其实骨子里 我跟你一样 对吧 我们都是这种河北人 我才不讲究穿着呢 我跟你说 我日常生活里 义军哪里是河北人 义军杀来人 他意思说 我们是想象的河北人 都是不在乎的 义军跟我是同事啊 对 但是他有这个北方女子 很多人把我当成北方人 豪放 就是说 北方是我的精神故乡 我在北方生活的时间 其实很长 在北京嘛 我生活很长时间 哎呦 这是最好的了 这叫有有个 最对女孩的评价 叫上海生北京长 新道德旧思想 最靠谱的 最靠谱的 我靠谱是很靠谱的 对 王硕的 王硕的 王硕的定义 对 但是这个王硕找的那个 就咱就别评论了 这个还是说你 这个就以后就这样了 咱们还能说点什么正经的吗 我怎么觉得像 你今天准备什么话题 还是干嘛 我今天要准备的 去超过我们的话题 我要说说咱们的好总理 人民的好总理 你应该把手再扬起来 请听长江之歌 就是这个总理 说有一句话 说到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还真可以用这种形容词了 就是也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总理在这个会上 你看到 但这个新闻都看到了吧 网速太低 中国网的这个网速啊 这个宽带的这个这个容量啊 这个流量啊 在全世界80名你都排不到 这个有一个开会的一个人 就是是啊 我们比韩国啊 比美国啊都有差距 总理说哪是比这几个国家有差距 我们的这个网速 网络基础设施 他说照我的感觉 比发展中国家 比很多发展中国家都不如 这下子你知道 而且其中那个网易那个丁磊 丁磊也在讲嘛 说就是说这个咱们应该用这个网络啊 教育这个蓝领的技能的工人 他但是中国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流量太贵 一个季70块钱 你讲的这个网速是在家里电脑上网的那种宽屏是吧 全包括 他好像对 他全包括 因为他一上来讲了一句话 他说中国人被人家说到哪 刚坐下来就问说这里有没有WiFi 他说人家这样问呢 是因为我们的宽带上网太贵 而不是宽带还有那个就那个流量 你不是说你那个手机可以用流量 那讲的就是说你自己有一个上网的这个 你有电脑或者是有个手机 然后你的宽带和你的流量都太贵 是这个意思 但我怎么觉得很多人坐下来问那个问WiFi 跟你用这个流量没什么关系 因为他问那个WiFi通常是免费的 我觉得贵不贵他都是要找免费的 不是不是有两种 你到了一个地方 一个是用你的手机用那个流量上网 那个是要付钱的 要是有WiFi呢 我就可以不付钱 对呀 所以人在问WiFi的时候就是嫌那个贵嘛 要是那个不贵的话 那就不需要WiFi了嘛 对 就这个意思嘛 我大概是这么理解 所以说你可以看看 伴随着这个总理的话 今天中国上空啊 有这个主题云出现 我发现咱们有主题晚会 但是还有主题的天象 你可以看看 不一定今天了 这两天 湖南的一个大学生拍到的WiFi云 徐老师 怎么叫WiFi云 WiFi 你记得 对对对对 网友们正在疯狂的问密码是多少 在蹭 你再看往下看 这就是WiFi符号 跟着打 都跟着来 你看 WiFi WiFi WiFi头现在都是 这是个WiFi的时代 你再往下看 这哥们呢 天天从早上九点蹲到下班 六点 朝九晚五就在这蹲着 后来被邻居 被住在这个这儿的小区的居民举报 就怀疑他是贼啊 后来警察抓到之后 他说上网 他蹭蹭WiFi 拿个手机蹭WiFi 上网 现在有一种服务在香港 就是说如果你出去旅行的话 你在机场租一个东西 然后你走到哪里 北京也有 北京也有 就跟着你 你就随时可以上WiFi 北京机场现在你去旅行啊 你也可以要一个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盒子 它就它而且可以是 同时五个机器可以上网 就特别好玩呢 就是中国旅游团啊 或者什么 就你以前出去不还举个旗子吗 然后跟着我们不要走丢了啊 现在就跟着那个WiFi 就人就不丢 对我就贴着谁 可以上网 就可以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 任何的医学方面的说法 就是这种WiFi对人的身体会不会有害处 我看过 好像还没有特别有利的证据 说明对身体有什么可见的伤害 但是就是你知道我对这个事情 为什么总理说到我心坎上了 包括丁磊说的这个一个季70块钱 你知道我有感受 本来我是完全不懂这些事 但是今年我不做了个网络视频节目吗 这个网络视频节目是天天要录 所以我一下子跟中国的这个网啊 发生了很大的关系 你知道吗 学老师 因为我要当天录 当天传 好 我用的是 比如说是这个这个高清的 5DMarket2的这个这个这个文件 你知道吗 拍下来比如说高清的话 我每到一个地方 首先就要看这个WiFi 普通的WiFi传不了高清的 传传十个小时你也传不完 于是呢 我就知道好多这种方法 比方说啊 呃 如果在WiFi不好的地方 有一个你知道吗 手机热点中移动的手机热点 手机热点 然后接上你的电脑 都能传的比较快 就等于你用你的手机的这个WiFi 但是这样的话呢 你的手机平常的那个套餐呢 是没有这么高流量的 比如一传一个G 一传两个G这样的文件 OK 我就要打电话 跟他说流量包 你给我一个流量包 这一个流量包确实就如他们说的 70块钱一个流量包 一个G一个G 但是你要这拍的东西有两个G呢 你就得交140块钱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 很贵的 实际中国的这个这个这个网啊 要不说我跟你说 真没办法 咱们这国家还冒谎 不是不是说要说世界第几了 很多事情就跟这个网一样 你是一等的收费 可是你是三等的服务 你知道吗 就即便说我在家里 用用的是这个最高的那个额 那个额度交横几千块钱 最高的 因为我要传这个片子 他的承诺是他是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 对我承诺你有多快 你老是动不动就不行了 动不动就不行了 你找他 最后你知道我都跟他翻了 我都跟他急了 我说你给我退钱 你说我几千块钱 你为什么达不到你所承诺的一半 而且动不动就没有WiFi了 搞了来修 他你看中国的服务业永远可以推责任 本能就是推卸责任 他说我们接到你们家的这个啊 是能达到比如说一千兆还是什么的 是能达到这么高的 但是呢 你们家的线不行 不是你们家线不行 我们接到你们家的线是好的吧 但是不好 是因为中国的网不好 你明白吗 中国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这个流量啊 这个什么网络基础设施不好 所以呢 我跟你承诺的经常也做不到 他就跟你说一些你也听不懂的理由 就给你给你搞这个 但是中国的这个网络的基础设施 我还以前我还真没有体会到 像这样你说的有这么差 可能我没有传过那么大的片子 因为我以前我就我印象当中 反而是美就美国人经常觉得中国人的这方面基础设施建设还蛮好的 美国反而是好多地方 他那个地铁啊 就是好几个就是最最就人流最最最最最多的站是几年前刚刚能够通手机信号 有的美国记者还跟我说他从那他们传东西啊什么的反而很慢 在中国说那么快你们中国的基础设施怎么好 但是现在我觉得是好多时候就是这个需求量一下子上去了吧 对 他好多地方其实因为网络的你上网他要一个什么什么装啊 这种东西是很复杂的 以前在香港曾经有一家这个公司嘛 他就是为了吸引人 他说我这个可以达到有多块多块 他就想在街上装更多的这个就是这个装子 结果呢他这个装子是占了很多阴井盖的那个面积 后来后来就打官司嘛 就是就然后就上法庭 政府勒令他要全部拆掉 也变成了就是他承诺你我都买了那个套餐了 后来还是不行 你比如说都是这样子的问题 人家英美国家是有规管的 就比比方说我记得就是说 呃比如说他英文有个叫up to up to指的就是比如说这个网络商 我承诺你最高可以达到这么多的这个流量 但是呢当然事实上他承诺的你不可能都达到 比如说英国的这个法规就规定 你必须有10%的用户达到了你说的这个最高 up to 你才可以在广告里说up to 就你能最高 至于美国是什么 你必须80%的这个人能够达到你所承诺的这个量 你才可以这么去承诺 对它是可量化 对可以量化 对我们这个你承诺的跟实际的差太远了 我在香港学会的第一个词 不叫叫就是说让我重新认识的一个词啊 呃这个香港同事问我们你们大陆人什么叫做基本 就是说基本可以达到是什么意思 我说就差不多吧 他说什么叫差不多 他说比如说我们这儿啊 一个就是呃就是哪里有火灾了 这个就这个消防车我承诺多少分钟能到哪儿的吧 我一年可以去统计我多少分钟之内可以到 那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达到率是98%或者我或者是更更高或者是更低 从来不能用基本 那你基本达到 他说那不就是没达到吗 我说哎 我从来没有反思过这个问题 咱们都是基本 你还别说香港这个网我也发生过一回情况 我待会跟你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置之后 失敬烩 你看我要是不做这个网络视频啊 我天天需要传 我都不知道这个网络里边这么多的事 我就不知道 你就不知道吧 你看我在香港也是为了传节目 我定了一个就是最高流量的这个 香港全世界第一是韩国 香港也是前几名之内 我今天看到的报道是网速最高是香港 对香港 第二次新加坡 中国排在43位 对 美国排在17还是18位 这是没22位好像是 就是没想到就是他们认为美国是发源地 为什么速度不快 但是香港这样举世无双的这个速度 你知道我第一次把我这个节目传到内地的这个网站 好家伙传20个小时 传一个技传两个技可比牛还慢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他们这个这个技术人员啊 一直在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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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申请一个专线 这个专线是等于是专门为了你 你要租用这个专线 这也不便宜 你才能从海外向内地传东西 所以现在你知道我就变成什么了呢 变成我要先把这个片子上传到香港本地的一个网站 然后我在我的电脑里又遥控这个网站 用这个人家这个内地网站 人家租用的这个人家的专线 用这个方式传过来 然后好 这么解决了 解决了呢过不了一个月又不行了 就跟牛一样慢 然后呢我就跟这个香港的这个网络商的打 香港网络商服务倒是很干嘛 哗哗哗就是弄弄 说我们查过了完全正常 但是为什么就是传不过去 最后我就找了一个马家辉给我推荐的 你知道现在民间很多电脑高手 其实挺好的 他就是干点私活 你给他打电话他到你家里来 哎呀这真是高手 哗我一弄 说你啊 WiFi被人盗用 啊你刚才那个那个 因为他侦测到啊 你有跟专线 他说就在你的附近 因为你用的这个是高流量的这个 所以呢 我说他怎么知道我的密码 他是嗨 这个就完全不是问题 就是说破解你的WiFi的密码 所以说就在他说附近就在你附近100米之内 他说但是警察也不知道是谁 因为这些人有他的这种技术 但是他就蹭蹭你的这个用你的WiFi 我说他蹭我这个WiFi 你算好处呢 对不对 好就免费了 你看我就值得更多的 他说你知道吗 现在怎么样能够攻陷政府的一个网站 就是这些人呢 他呀就是弄了很多的人的这个WiFi之后 他操纵了很多个这个电脑 然后才能集中那么大的流量 一下子就是比如说那个某个公司的网站 某个政府的网站 你知道现在民间就有收钱干这个的 收钱干这个 就是说你要我把哪个网站给你瘫痪了吗 你就甚至一个竞争对手的网站 我给你瘫痪了吗 他靠什么能集聚起这么多啊 当然我不懂技术 我说的可能有误 基本是这么个道理 就是他盗用了很多东西 他才能凑够这么大的流量 然后集中攻击 这个让我想到我最近看一个电影嘛 那个皇家特工 就里面有个坏蛋 他就是给大家发免费的手 那个手机卡 就给全世界的人发嘛 就你可能看 然后是永远免费电话和永远免费上网 就很多人都去换了嘛 换完以后他就可以同时 他就他就一发射一个什么东西 所有的人就被一种神经波给 就是给参控 然后互相残杀了 就互相残杀 就是非常荒诞的剧情 但是一点都不荒诞 对 因为今天的这个网络世界啊 的确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你看我们现在买了手机 我们现在用了iPad 他隔了几个月就叫你更新一个破关 隔几个月就叫你更新 对不对 当你一更新的时候 我们都是全部是同步的 对 你说的好 我们是跟最新的科技同步 但是我这个电脑里边 所有我的照片故事 这个 所有我的东西 这都是透明的 透明的 谁都可以拿去的 透明的 没有秘密 对不对啊 就我这个电脑高手跟我讲啊 就是说你现在的 就是说他控制你的WiFi 我说为什么用这么大的 他就他说很奇怪 这个人用这么大的流量 所以他分析可能是搞这种僵尸 另外他就说呢 我说那他是不是能够亲自我的电脑 他说当然如果他想的话 你的一切 然后他说现在香港前一阵 你这还有一个什么 有一种一个充电器 你的你的手机 你知道你要小心 好像是个充电器 实际上只要一插 你的手机就被人家全部都都都都都都弄过去了 里边的内容 所以你说现在有什么秘密 而且他说你 我现在觉得像我们这种人都叫电脑盲 你真的是需要 有一种这个对你忠心耿耿的一个电脑高手 他随时来帮你看一看 要不然他说你看 一个让你下载个更新啊 有时候跳出来让你弄个什么 你有时候你点 对对对 你这一点你就中了招了 你不懂的人你完全不懂 有人讲这个人类 就是人类毁灭啊 最后就是人脑相连 我们现在啊 你想已经到了这个可穿戴设备了 对我们在技术上达到了一个人脑相连 对最后就是人脑相连 我去看了那个苹果的手表 我绝对又不感兴趣 他又傻乎乎的就在那里 等于是你就不断的被牵控 本来是被手机监控 现在呢被一个手表监控 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天台湾在提醒你 你发什么东西都跟人家连在一起 很可怕 而且这里边有商业利益 有私隐空间 还有政治斗争 现在香港中文大学 我知道在深圳办分校 正来正去现 最大的问题不是校舍 不是教材 是用不用西方 还不是声援 是一个叫VPN VPN啊 我听说这个 VPN 问了内行 什么是VPN 其实这个都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说如果他用自己的一套呢 他跟在香港的中文大学一样 就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 你可以上Google 你可以用Gmail 在深圳也可以用 但是呢 他根据内地的法令呢 他要用内地的一个VPN呢 就不能用 对吧 要跟深圳大学一样 那跟深圳大学一样 那中文大学又觉得丧失了 他的这个学术自由啊 有什么权利 为了这个VPN 就一直在争 一直在争 强强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一君说说 没有我就说 咱们说了网络这样那样的烦恼 都是我们这些人的烦恼 但是有很多偏远地区的人 他们还没用上网络的人 他其实是需要的 比如说我上次看到 我真的不记得 是美国一个什么机构了 他们在非洲的这种偏远村落 投放一种这个发射器 让就是村里的人啊 给他一个简单的手机 他也可以上网 特别的他们是发现 是给一些女的 就是因为他们那很落后啊 女的是没有 没有办法去工作的 那么他在家里呢 就可以玩这个手机银行 他再可以去理财 就是一下子改善了 就是当地 就是女人的这个权利也好 社会面貌也好 而且他们是发现 给女人钱 他们会用于孩子的教育 还有包括给他们一些 很简单的 这个就是电脑 就是这个电脑上备 这个设备 那么孩子就可以上去 就是他接触一些 最现代的这种 这个知识等等 我觉得咱们现在是有 这个网络的烦恼 对 你吃的多了 对 还有人 对 还有人还没吃饱 还没吃上 这个烦恼啊 这是人类不可避免的 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但是呢 我在讲这个前提下 我真是觉得 今天的这个互联网啊 给我的好处太大了 而且我相信 我能比一百年以前的 这个学者更牛 你觉得为什么吗 就是说 这个手机的 这个一机在手 哎 你要一个主持人 我跟你做个节目 对吧 过去的一百年前 你一个教授啊 你汇总八个来源的材料 在一篇文章里 这不得折腾你一个月吧 你也未必能找得起 可是现在在手机上 哗哗哗哗哗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想知道 实际某一个东西 是怎么写的 啪一下 几秒钟就出来了 原话是什么 你不知道 甚至这主持人 去广告的时候 忘了一个词是什么 啪一下就出来了 这是过去 没有互联网那个年代 你怎么可能 短时间内这样的去 没什么好处 没什么好处 因为你能用 别人也能用 对 本来人家花功夫 到图书馆里找的资料 很多人懒得去 所以你肯去的 肯花功夫的 就出了钱中书了 现在个个都能变钱中书了 都Google了 对啊 所以这个世界的竞争 又更厉害了 那我们的智识 会不会进一步发展呢 我觉得我们的 你肯定发展吗 根本没有发展 你在现在的 多了亚里斯多得了 还是多了空子呢 我觉得我们的常识的东西 可能是有发展了 大家就是普及性东西多了 但是你说思想的深度 我觉得是差了很多 但是人类没办法 又依赖这个东西 我的印象最深的 就是我有一次 在俄罗斯旅行 前后一两三天 就是大概至少一整天吧 没有网 后来到了一个地方 看到一个麦当劳 特别多的人 拥在一个麦当劳 我想开始吧 所有的人都在那里 呼一下接通 多少条的这个email 都传给你 你发现很多烦恼 但是也没有这个东西 你就觉得 跟空气跟水一样了 已经变成了 你知道我那天看见一个 人这种动物 我们这个动物的时候 就有个本能 就是对动特别敏感 所以你老喜欢看动的 但是这个手机屏幕啊 比你身边的一切 移动的都快 这个更新的快 所以为什么大家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本能 你咱们为了 就像是小孩子 喜欢看电视 感谢观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